師傅,但在他往後有些年份很容易有血傷、官非,需不需要坐呢? 不知道,因為空間未定實,它不同相關見官的現象 因為相關見官是代表我真的做了一些明顯被人見到犯了法的事情 然後再行印星黑食箱就是代表要坐 因為它都是漆殺,漆殺本身是移制的 漆殺移制,所以當它有制殺的現象 其實是代表它可以駕馭這件事情 所以就不代表要坐的 反而要擔心就是這些榴槤,冒生、革人 這兩個榴槤除了要注意官非,特別要小心血傷 這一個才是要特別注意的 例如駕車、交通或一些危險的運動 要防範,要透過捐血或驗血方面去盡量化解 影片簡介有師傅的聯絡方法 如果是看見師傅的說法 不妨可以將你的時辰提供給李應聰師傅 沒錯,這樣可以更加準確 下一集我們會講誰呢? 下一集我們會講誰呢? 下一集跟大家講許智峯 下一集再見,李應聰師傅 拜拜